从声音到实践 就可能就不是在台南 这个我可以就是移动的范围这样子 那没错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台中 幻幻艺术节的创办人 就是林于希 要称呼老师吗 还是艺术家 就不用 好啦 其实我们是一下很熟 对对对 要跟大家打一声招呼一下 大家好我是幻幻艺术节的社展人 于希 嗨 对那我跟于希这是很久了 对那我们其实 我知道于希大概就是四五年前 在台中的地方 做了一个类似地方创生 或地方性的艺术节 那这很特别的是 因为台中我们都想到台中 我们大概就会想到那种台中歌剧院 对可是我们会很少 会想到说台中是不是有那种所谓地方性的艺术节 可是台中其实一直都有 而且它维持了四五年对吧 在访问就是这个地方艺术节之前呢 我们想要先跟于希聊聊 就是你怎么样踏入剧场 怎么样踏入艺术的 哦好啊 其实我是三十一岁 才进入剧团当艺术行政 我以为你要说你今年才三十一岁 所以其实很慢才进去 其实你跟人家说你现在三十一岁 大家可能还会吓一跳 说怎么可能有这种年纪 所以你是去年才才才才加入剧场 没有啦 做艺术行政吗 我三十一岁 你刚才 三十对你看起来年轻你知道吗 我三十一岁才加入剧场 然后那时候是在大开剧团服务 嗯 对然后他有一个案子是国议会的一个行销平台 然后我们就担任担任这个就是做这个平台的一个专案 专案负责人这样子 然后呃我工作大概一年 一年之后就有认识一些导演啊 然后一些朋友 然后他们就有人就觉得我很适合演戏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一起去参加了台北议税节 然后那时候就是很 然后就是很热情 那时候就是很热情 可是那时候我没有把剧场当成是唯一的目标 因为我觉得剧场就是会饿死人啦 然后只是会没钱 对就是之类的啦 以前啦 对所以我就跑去台南念设计系昆山大学 对 然后 所以你是先念设计系 你是去了剧场之后然后念设计系 然后才又回到剧场 因为我想说我念设计系的话 我可以兼顾剧场的工作 啊 怎么那么牺牲啊 就是 就是怎么样都是为了剧场 然后念设计是为了剧场 然后这样可以让剧场 因为你就是太喜欢剧场了 所以你就觉得说你要生存下来 你要帮剧场省一点钱 比如说像那种荧幕设计 那个什么海报设计啊什么之类的吧 就很多 但是我后来发现设计真的不适合我 我真的很讨厌用电脑 真的 我后来发现我很讨厌用电脑 就放弃了 然后我的朋友还很鼓励我说 就是因为你念了这个学校 所以你才更加确定你要走剧场 他超正面的 是真的 而且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才你才继续持续做你的剧场生路 对吧 对 然后第一页之后我就去报考了那个什么 杜春艺术家台中的杜春艺术家 对然后就路选 然后就开始在20号仓库里面创作 就我刚刚有传照片给你看 就是一个策展的照片 对对对 20号仓库册展的照片 然后那一年就是整个创作的灵感都非常的丰沛 然后也做了很多节目 然后在那个当中我去马来西亚上课 就是去一个法国非常知名的一个戏剧家 就是菲利福老师 对然后去上他的 Berfone 他中文是丑角课 Berfone课 然后那个Berfone课很奇妙 然后就是在讲法国有一群底层社会的人 他们在国王或者是节庆的时候他们会出来游行 然后会穿着他们所谓很漂亮的衣服 但是其实是很滑稽的 对所以他们 他们也不怕人家唾弃他们 他们就这样子生活在那个沼泽地里面 他是这样子形容他们的 所以我们要去把那个丑角扮演出来 就是不管你有多丑多么的丑陋多么的不见光 都没有关系 就是尽量的去展现你的美 丑角就是丑角的角色就是你要尽量的去展现那个美 所以我有把刚刚有把照片传给你 可以传给观众朋友看 就是丑角要展现出他的美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最终的上完课之后啦 我才知道老师他讲说 其实最终的核心是你要怎么透过丑角的课程去发现你自己的美 应该是这样子说 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美丽的地方 那些你要懂得去发掘他 就是从丑角去认识你自己 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演出其实有点在奉势 会不会有点也是在奉势现在资产 资产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概念 对啊是啊 他里面的剧情全部都是 或者是他的阶级这样子 因为他最底层 然后所以他就刻意展现出他最底层的人的穿着 然后呈现 然后故意夸张 然后让人家觉得说他的存在这样子 有其实我回来台中之后有做过一出跟丑角有关的戏 然后我就在菜市场里面去演出一个男性 他本来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企业家 后来没落变成乞丐 然后就跟丑角们一起 结果有一天在讨钱的时候遇到他的前女友的故事 就还蛮夸张的 就我就很想做这件事情啊 所以我就 我就跟我的演员我们一起集体创作这样子 然后里面就有女工的一些情欲啊 然后或者是男工人的一些问题啊 然后还有底层的一些问题 比方说还有会计其实他是一个通灵的崇拜者 通灵 这个也是 对其实这个也是丑角在诉说的一件事情 丑角其实我后来发现 我后来发现 对我后来发现更底层的问题 丑角其实泛指很多种人 就是你内心都有一个丑角 比方说像迷信的人 他为什么会这么的迷信 然后还有就是有情欲上的问题的人 他们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丑陋那一面 所以我觉得丑角他只是一个形象 但是其实每一个人可能心中都会有那个丑陋的那一面 所以我是后来慢慢自己消化出来 然后才把这出戏演出来 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 听起来我也很想再看一次 对然后我是演那个变态少女 因为你内心有一个变态的 就是他在他妈妈的 他在他妈妈的眼中是个乖小孩 是 可是其实他私底下就是 在抖音上面就是不断的露内裤啊 露大腿啊 跟人家要钱这样子 然后他妈妈就是那个女工 他妈妈就是努力赚钱养他 然后可是他女儿就有点变态变态的这样子 而且他女儿可能因为这样也不太缺钱 对但是他 可是他妈妈很变态 他妈妈出门就把他说起来 所以才导致他这个奇怪的性格 就是扭曲的性格 就是其实这一出戏讲了很多种人啊 但我很喜欢 我有机会一定要再重演 对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我去法国上课是 就是真的很非常的 怎么讲 学到很多东西 打开了你的视野 对对对对 非常非常 那可以再多说一些吗 就是 但是我们还是先回到之前20号仓库你住村的时候 你住村那个时候你大概就是 我其实很好奇 住村艺术家大概都做什么事 住村艺术家就是你会有很多展览要做 比方说你有起初展 起初展的时候你就要去做一些创作 然后发表在他们的那个展览馆 嗯 然后因为我们是表演艺术嘛 所以我们通常做的跟表演艺术有关系 所以我起初展的时候就做了一出戏 叫做 大家应该不陌生啊 就是猫脖子上的鞋 猫脖子上的鞋 对就是这个剧本 然后我就用这个剧本去创作那个 装置艺术这样子 哦 可以可以聊一下就是他大概是什么样的形式吗 呃那个装置艺术其实就是 也是在讲这出戏里面 因为我又是演女孩 我不懂我什么都演女孩 我是演这出戏的女孩 然后那个女孩她就是喜欢上一个男人 可是那个男人就是很花心 所以我就把这个展览把塑造成一个少女的一个 心碎的故事 然后她的那个展览就是 我用很大量的压克力的碎片去代表玻璃 然后把很多台词黏在那个压克力上面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装置艺术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传照片给你 我不知道能不能放出来 那我可能要找一下 我刚刚还没整理 好你说 我等一下贴上去 我会用后置把它贴上去 对对对对对 就是有大量的一个 亚克力 玻璃测片的亚克力 然后另外一个展示比较大的场地 然后我是做很多眼球跟心脏 对然后就是在观看 然后在观看大家 然后就是在 也是在诉说情欲的东西啊 都是在讲情跟欲的东西 就是跟以包脖子上的血 来作为整个展览的核心这样子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用情欲作为主题 做这样子的情欲 因为猫脖子上的血 就是在讲男女的大小情爱嘛 比方说警察爱上少女啊 然后少女爱上情人 对 然后可能寡妇 寡妇又喜欢的屠夫 或谁 她其实整个出戏都是在讲情欲的东西 只是她透过外星人来述说这一切 这个剧本是这样子讲的 所以我那时候才把 比较情欲的部分抽出来 但是我是用女性的观点去看这件事情 你想要探索一个思想上的自由吗 呃其实不是 其实我只是 很局部性的把这个女生 她看待情欲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已 嗯 对我没有要 我没有要把故事讲完 嗯 对但是 有观众还有跟我说 她看完戏之后再去看这个展览 她就好像懂了我要说什么 嗯 对所以有一些 有些东西可能是让你实际看到 你才会了解说她 她的内容是什么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的 我的 展览的名称叫四血 四血 对四血 嗯 很难念 哈哈哈 对然后 我觉得是那种 很血腥然后情感很强的那种东西 对就是那种东西 就是女生去看 对 对 大部分都会有感觉 就是会知道她在讲的是什么 就是爱情方面的一些破碎 或者是 呃你很奔放的时候 都可以再夹杂在里面 嗯 嗯 然后我用大量的那个毛线 嗯 之后得了忧郁症欸 怎么办 啊 哈哈 因为你每天都 每天都在做疯狂的事情啊 就那种情绪反差吧 不知道欸 因为后来年末的时候 我就 我就觉得我生病了 然后刚好也没有要续约这样子 所以我就休息 休息阵子就好多了啦 嗯 我觉得大量创作也有需要停损的时候 我觉得啦 活跃各个艺术家 我也这么觉得 对 因为之前就有人也是跟我说过 就是说 其实他带我看一些艺术家的书 然后看完之后他跟我说 欸这本书很好看对不对 我说嗯 对还不错 他就说对我跟你讲 这个写这本书的艺术家有精神分裂症 就说哦好 对就是好像一些 对就是 好像艺术家都有吧 我也不知道 多少都有欸 我那个时候其实是 就是工作到很累啦 然后同时要当行政 又要当制作人 又要当演员 你没有办法专心创作 因为其实它是不一样的脑袋 真的 行政是行政 创作是创作 然后那个director 是另外一种 我觉得那都是不一样的脑袋 即便你今天是写plan 你写一个计划 其实你写计划 你写论文 你写艺术评论 那都是不一样的脑袋 真的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我后来发现 其实他后来也磨练我去做 艺术节这件事情 但是你是20号仓库之后休息一阵子 然后跑去法国 跑去马来西亚 认识那个法国艺术家 没有我是在20号仓库的时候去马来西亚 20号仓库的时候去马来西亚 然后就认识艺术家 对 对 然后 之后还是一直持续在剧场 嗯 都在剧场里面 然后我是2017年去法国 啊 对2017年在法国 然后上的课程叫做Melo Drama 它是通俗剧 Melo 对它是通俗剧 然后 去了大概一个一个多月 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特别 而且我们 上课之前我们 会上一个训练课 结果它是训练我们仇吊了 就是爬那个 仇吊 当空中飞了 就是现在很流行那种空中瑜伽那一种 对不对 但是不是瑜伽啊 就是只是 但是它是仇吊课 就是你要用你的手跟脚爬上去 然后做一些动作 就有点实体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课很值得 因为那个课 换算成 台币 才三万 才不到三万块 很划算欸 很划算啊 真的很划算啊 可是不对啊 你事实上通俗剧 那跟绸缎有什么关系 因为绸缎的感觉就是 应该是那种很抽象美感的东西 可是通俗剧感觉好像就是 应该是那种 就是那个什么 什么 什么 什么金氏媳妇那种通俗剧 不是吗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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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问题是 它时候就是安排我们上那个 有点像训练核心 然后要爬上去 它一开始是教我们核心而已 可是后来我们不知道 我们要上的是那个 绸缎课 嗯 反正就很特别 然后上我们之后休息 休息一下 然后下午就开始上老师的课 这样子 啊 然后菲利博老师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怎么说 他 他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东西 有个特别的地方 像他之前还是甲克勒扣的学生的时候 他每次上小首课 小丑课都不好笑 然后甲克勒扣就一直觉得他不好笑 他他再怎样都不好笑 后来他才发现说原来他不好笑 或是最好笑的时候 他有一天他有一天终于想通了 他在台上就表现出自己不好笑的样子 然后就台下观众就他 别人就会笑 你带了一个灵魂在里面 就是你不懂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我去上他的课是 我觉得有 你知道那种九神吗 嗯哼 就是我们有一种九神现象 就是演员好像很喜欢讲这个 就是你会 怎么讲 你会突然进入一个九神现象就是 就是 你已经忘我了 嗯 就是你已经演到忘我了 我觉得我很幸运 就是我经常演戏都这样子 就是我懂 就是在演戏的时候 就把自我抽离掉 然后变成一个很 角色的里面的一个状态 对 就已经是忘我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 在菲利浦老师那边 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每当我忘我的时候 他就会说你好棒 哈哈哈 他都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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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出来啊 看得出来 而且你要 你要很相信那个舞台 你才可以忘 其实我们那时候是做一个 测试就是说 你要假装你抱一个婴儿 然后进来舞台 然后大概十秒钟 老师都不能喊咖 如果老师 老师如果喊停的话 就表示你失败了 哦 他只有让他揍给你十秒钟 然后 第十秒钟呢 你要把小孩放在地上 才结束整个表演 然后都没有人成功 后来 我的同学有一个人成功 然后我就是挑战 大概第二次吧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 有点忘我的境界 然后就是用那个 我先用水 我先去后面用水 把自己喝的像死经病一样 嗯 然后手就是缠绕一些什么绷带啊 假装自己有自杀这样子 然后 就抱着婴儿 然后喝醉酒 然后抱到那个舞台 然后蹲下来去 为那个小孩子喝奶 然后我就成功了 哇 我就超兴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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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叫我演接下来的事情 可是他好像没有 因为我觉得语言上有一些问题 我听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接下来就没有达到他要的要求 这样子 嗯 对因为 因为我觉得语言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对啊 对就是这样子 在法国上课的时候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来自不同国家很多人 很多种人 嗯 对啊 那你除了就是跟法国老师学之外 你在那边还有哪些国家的人 还有哪些同学 就从其他哪些地方来 嗯 有跟伙伴一起去吗 台湾 没有没有 自己人去 自己一个人去 哇 对 然后 台湾好像有六个 然后 马来西亚好像有两个 嗯 马来西亚有两个 然后再来是 以色列 然后 那个叫什么国 我忘了啦 反正很多人在美国 没关系啊 反正就很多国 对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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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情啊 嗯 听起来也蛮有趣的 很有趣啊 在法国上就真的很有趣 而且他们 他们都很 Easy 开放 他们都很开放 哦不能讲Easy哦 绝对不能讲Easy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因为有一个男生嘛 他就是 他就是欧洲国家人 欧洲国家很开放 弄丹麦那一种 哦 然后他就一直觉得说 台湾Girl is easy 哦 不行 我就跟他 我就跟他吵架 我就跟他说没有 嗯哼 然后他就说 然后他就说你等得巧 你等得巧 你试试看 然后我就说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 一直就说我不可能跟你 嗯对 因为他就是一直很肯定 因为他是个Fucker 就是你知道吗 Fucker就是那个 一夜情的那种 台湾叫什么 炮游吗 哦 之类的 哦对对对对对 其实是在法国 这个是很 很OK的哦 是很OK的 真的哦 他们的开放程度 已经超过我们想象了 真的很恐怖 对 你都想象不到的 所以 我知道 所以我都不敢讲 EZ 这个件事情 真的 好恐怖 真的很恐怖 好 诶 那所以这样子 你去法国这边 回来之后呢 我就成立了换剧团啊 哇 是换剧团吗 你不是换剧团之前 还有一个剧团吗 哦之前是跟朋友一起啦 那是20% 对那个是 哦 对后来因为 因为他们喜欢的东西 跟我真的有点 有点不太一样 我太一样 对 他们比较喜欢玩那个什么RPG吗 角色扮演 对对对对 但是我还是比较 属于戏剧类的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样听起来你的东西 是比较属于内化的那种情 情感情绪 然后就是做一些 透过演出做一些抒发 或者是抒压呈现 让人家去讨论 我觉得那还蛮潜意识的 其实我一开始接触剧场演的戏 也都是跟潜意识或者是 比较内心有关 因为那是我的导演的关系 他就是在 他的东西很深 就是在讲很深的东西 所以我可能是因为被他的影响嘛 所以后来我喜欢的东西 都是跟这个有关的 对因为听起来好像是这样 因为虽然表面看起来就是 情欲啊 或者是什么通俗啊 或者是小丑 可是问题是你的作品本身 他是很 他其实是想要讨论很深层内部 就是比较内在情感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 就是社会结构 社会 社会反差的一个概念的讨论 对对对 我觉得好像是 因为我本来以为我们今天会聊得很开心 可是现在我觉得气氛也有点沉闷 因为我觉得你 你现在有点很专心的在谈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好 我是觉得很好 没有因为我 我参加 参加戏剧表演之后 我就觉得说舞台是一种生命的可能 因为他这句话一直是 一直是我的口头餐 因为我觉得说 他可能真的可以改变生命 然后去了南大念硕士之后 我就更发现原来 所以戏剧真的可以改变世界 真的 真的 我觉得戏 我真的觉得戏剧可以改变世界 因为你知道 小 红鼻子医生吗 他们可以让小朋友 就是从 心情不好到笑 这就是一种改变啊 对它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它是一个很厉害的职业 对 我去征选但是我没选上 因为我觉得要当 要当这种人才太厉害了 我觉得我很崇拜每一位小丑医师 我连征选都不敢去 真的吗 我没有办法 我会先哭 对我会先哭 对我会先 先有一些情绪 再这样子 我很清楚知道 我太情绪化 对我会先有一些情绪 然后 然后 我没有办法 我去征选的时候 就是觉得它很有难度 而且要的 要的 要的东西是 你可以 演完之后马上 释放 对 不然你会 你那个情绪会在里面 但是我好朋友在里面 他是说他们都有做諮商 他们都会定期帮我们做諮商 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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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像我觉得舞台是一种生命的可能 就是 我觉得跟我妈有关系 我觉得我去念戏剧 或者是我去演出之后 我觉得 比方说我可以去同理她 如果我演了一个母亲 我可能可以去同理我的母亲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们都要做角色功课 对 那我去演那个少女 我可能可以去同理那个女生 为什么会做出那么变态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演戏 我觉得戏剧的重点在于说 因为你刚刚讲的很棒 就是有一个同理的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透过戏剧的演出 做这些角色的功课 其实我们也是在试着传闻各个不同阶级 然后各个不同角色的人 他的真实生活 跟他的真实情境 那透过这些传模跟演出 我们其实回到我们自己真实生活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些比较真实的体认 然后比较知道怎么样 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 去想 今天如果我是她的话 我们反而比较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同理 那至于要不要同理 这个决定权就在我们自己 我觉得真的 好 因为像有很多人来看戏啊 他们都会回馈给我嘛 然后他们都会觉得说好像 比方说这个爱情故事 他可能回去他就会 开始懂得体谅他女朋友 他就会觉得说 原来女生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有的人 有的男生就是很直男啊 他可能没有想那么多 对所以我每次收到的一些回馈 其实我都会很感动 对啊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接触 对不对 还有那个剧场空气凝结的真实感 对对对对 呃我我最近有 我2019年有演出一个 短短剧啊叫完美结局 他是在讲一对夫妻 讲一对夫妻从 恩爱然后一直到冷善 然后到最后是 那个女生完全都被那个男生控制 可是那种控制是你无形中 比方说吃饭的时候 嗯嗯 一定要吃蛋 然后比方说不能喝咖啡 只能喝茶 是那种无形中的控制 你知道吗 我觉得 好恐怖 可是你没有想过现实也是这样子吗 对 现实其实也是这样子啊 比方说你去加油好了 他会跟你说 欸你一次只能加500油 然后抱筒颠 就是变成了一个习惯 然后你去哪里买东西 他说你要帮我买什么 然后我们一定要吃什么 这就变成一种习惯 可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说 这种习惯越来越可怕 因为根本就不是你 你想要的东西 就越来越多 虽然只是小小事情 只是小小的事情而已 然后就越来越被制约 对 然后我就把它演出来 然后就有很多 我的年纪一样的朋友 他就说 天啊你把 你把我的生活演出来了 因为就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啊 比方说你不喜欢狗 可是他都抓了一只狗 对啦 你是不是就被他 好烦喔 对你是不是就被他那个 真的啦 我觉得有时候 而且搞不好你还要帮他整理那一只狗 你还要帮他照顾那一只狗 所以明明就不喜欢狗 可是你不是喜欢狗吗 我喜欢的只有一只 另外一只不是我的 但是我现在必须两只都要都要啦 哇 欸 就是他 就是他 不是他很可爱啊 那不是用甜蜜的附和吗 那本来不是我的啊 那他现在是你的了 你的爱就增加了 对 而且我跟你讲 这种制约非常的可怕 一开始我很排斥他 因为他会抢走我的baby 因为我的baby只有我一个朋友 然后他 然后他下来了之后 我就必须要分爱给他 你懂我意思吗 但你不觉得这样你的爱就增加了吧 没办法 你不可能同一个时间给两只狗爱啊 所以一开始我 可是你可以同一个时间给两只狗爱 你不能同一个时间给两只狗爱 为什么你不能同一个时间给两只狗爱 因为你抱他 你抱他的时候 你不能也抱另外一个啊 你没有办法分心啊 但是他知道你爱他就好了啊 不行 为什么 我就是这么霸道 我觉得就是我 我只能够 反正后来我就算了 因为他太可爱了 所以我就妥协了 好 而且他刚请你一下 可是好 可是好我跟你讲 你这样好之后你就被制约了 有没有 有 有 好像就默默的变成另外一个 另外一种样子 就不是你原本的那个样子 对 所以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说 是不是单身比较好一点 比较能够看 比较能够看清楚很多事情 我们节目发生了什么亮点吗 哈哈哈哈 没有啦 这一段可以剪下来做short 哈哈 其实我没差啦 对啊 我没差 我没差 单身有没有比较好 我不知道欸 可是人好像就是这么矛盾 有点像是你讲那个丑角一样 就是很多的反差 比如说你 你结婚的时候 你单身的时候 你就会希望有 希望有个伴 有结婚好 可是 当你结婚的时候 你又会希望是单身 我觉得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本来就很难拿捏 就有点像你之前 就是第一次接触的那个 就是比如说演出社会最底层 那个丑角的那个概念 你怎么样去拿捏这个东西的平衡 因为你看喔 他就是在高楼大厦里面 然后演出社会底层 这一群最丑肉 然后最 最大家可能不想接触的人 可是你知道演出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不能缺观众 所以他就必须透过他的演出 来吸引很多人去看他 你不觉得他整个表演 就是他就是一个很 很 很两难跟很矛盾的一个 一个结构在这样的一个游行里面吗 可是我们的真实生活里面 好像也蛮多这种 很 很 很两难跟很 很 很 很矛盾的东西在 在里面 然后我们人生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于我们要在这个中间去 struggle 去跟他奋斗 对 所以我那个 我那一出戏就是 被制约之后 他就开始有压力 然后他就想要离开那个男的 想要离开他老公 但是他 他就很潇洒的抽根烟就走了 就没想到 走到一半才发现 他的线还牵在他手上 好可怕 好可怕 那我觉得剧场人最棒的一点就是他可以把我们生活中的 我们可以把我们生活中的矛盾 然后编写成一出一出的演出 然后透过演出去呈现跟发现我们自己 对 你想想看你今天如果画画的话 可能画完之后也许他可以放在墙上 然后放很久 可是问题是大家听不到他的struggle 可是我们在剧场的黑盒子里面 或者是在某个空间 然后我们在做演出的时候 别人就会知道说 哦原来尖叫啊 然后原来线啊 这透过那个空间 空间长短 然后走位的那个远近去感受真正的那些感觉 我觉得蛮好的啊 嗯 对 所以这也许就是你的礼物吧 对 可能吧 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大家都在里面得到一些什么 对 一定都会有 嗯 嗯 好哦 哎我觉得我们这一集是不是应该叫什么熟女 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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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女深度恰谈很熟女之类 哈哈哈 对啊 我觉得蛮有趣的 而且谈的东西虽然好像轻描淡写 可是有蛮深刻的体会 大概真的就只有我们这个这个年纪 的人可以知道我们到底在讲什么 但我还是很欢迎就是一些男性朋友来听一听聊一聊 好 没有男生也 男生也有被制约啊 男生有啊 男生大概也会被制约 但是你不是就看过海妮根那个广告吗 女生就是一打开然后就衣服鞋子就尖叫 男生只要一打开是海妮根他们就嗨了 对啊 我觉得制约这件事情就是很普遍啊说真的 但是那种东西真的要你一看到你就觉得说 哦天啊这出戏这讲的是这个怎么那么恐怖啊 对啊 这一集做完可能很多人不敢接 嗯有可能 哈哈哈 好啦各位小朋友 那会应该就还不错啊 因为这出戏他明年会重演啊来看我演戏啦 2024吗 对我会重演 哇好哦 所以可以来看戏 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到这边 然后下一个阶段我们要来聊聊就是 今年有 今年一样会有幻幻艺术节对不对 对 对那我们来聊聊就是幻幻艺术节 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 然后如果有一点点时间的话 也许我们可以再聊聊明年就是余希这边 在台中会有什么样的创作 OK 好 好谢谢 拜拜 我先去